圣港芬维尔小贩中心开业的第二天 停电事故仍在持续 有部分摊位摸黑营业 也有受访摊贩表示 今天的生意泡汤 冰箱里的食材也因为没有电全坏了 来看记者李雨婷的报道 位于芬维尔民众俱乐部三楼的 新小贩中心和巴沙 启用第二天部分摊位无法用电 有的摊贩摸黑用火炉烹煮食物 用电磁炉的摊贩则无法营业 分威尔小贩中心昨天启用后 便开始发生停电 中心一度全面停电约45分钟 记者星期二中午走访时 小贩中心天花板照明和风扇正常运作 但托盘回收处无法操作 有摊位也拉下铁门 早上那一伙来他有停电 我们吃到一半的话他停了 对两次 昨晚有一次脚上一次两次 没有什么呢 因为刚刚开嘛 最大影响就是不可以用那个Copy Dam card 因为那个casual是用 那casual没有电 对 所以就用scan不了了 管理小贩中心的直总评价 大集团旗下的Copy Dam表示 正同有关当局和建筑管理层密切合作 解决停电问题